手上起红红痒痒的小水泡,四肢干到脱皮发红,红、痒、干、湿,都是湿疹临床征兆。 到了秋冬寒气清洗,湿气也容易裹霞而来,尤其对于免疫力低的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们,更是容易得到发生率高的皮肤病,湿疹。 今天,志恒就带大家一起探索湿疹的起因,症状,治疗,预防等等。 湿疹如何预防,止痒,湿疹根治,关键在强健脾胃。 中医教你改善湿疹不复发。 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欢迎下方评论留言,或者Facebook三位15找我,志恒在线等着您的来访交流。 湿疹其实是一个广泛的定义。 举凡异味性皮肤炎,富贵手,汗抛疹等等,皮肤发炎,红肿,组织液渗出,脱卸症状的皮肤病都可以说是湿疹。 美国湿疹协会指出,湿疹最重要的症状是痒,虽然对多数人而言只是轻微或中度的痒感,但也有人痒感非常剧烈,使人不自觉一直骚扎而破皮流血。 除了皮肤严重发炎以外,也可能使湿疹更加严重。 湿疹症状 干燥敏敏感的皮肤 发红发炎的皮肤 严重的搔痒感 皮肤出现暗色的区块 患不粗糙 如同皮革或干燥脱卸 皮肤渗血 渗出液体 或是结成硬皮 部分区域肿胀 湿疹有不同的成因,不同的症状,自然有不同的治疗方式 通常得依照病史,症状推测湿疹的病因 原则上分为内阴性湿疹与外阴性湿疹 外阴性的湿疹可能与接触过的物质,吃过的食物有关联 必须先避免接触这些诱发湿疹的因子 同时缓解湿疹的症状 若找不到外在病因,则可能是内阴性湿疹 可能与体质与长期饮食习惯有关 湿疹,中医治疗的方针也会以调整体质作为主轴 湿疹原因 湿气重,全因体内缓解出了问题 湿疹和抛疹,因为是体内湿气太重造成 体内的水分来不及排出,所以就往皮肤上堆积 而造成湿疹的一部分原因就是体质 很多小小孩的湿疹多与体质有关 另外也是后天饮食习惯造成 一旦出现了湿疹,必须观察自己的饮食是否有问题 除了湿气太重,也代表你的体内某个环节出了问题 《黄帝内经》中提到 引入于肺,游于精气 上疏于脾,脾气散经,上归于肺 通调水道,下疏膀胱 水经四部,五经病行 一般我们喝水从嘴巴到胃,再由脾吸收 肺也是体内排除水气的重要管道 脾、胃、肺、膀胱 任何环节出问题都会导致体内水气无法排出 只好经由皮肤 但皮肤往往来不及排出 所以就会出现水泡、组织液 其中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就是脾胃 而肺又主皮毛 所以皮肤不好的人气管大多也不太好 即是这个道理 因此在门诊里常看到患有异味性皮肤炎的 他们的支气管也都不是很好 失诊治疗 健脾立施为主 中医治疗失诊以健脾立施为原则 可选择白树、茯苓等药材 针灸治疗会以脾经上的 阴灵犬、胃经的足三里等穴位 治疗偏湿热型、血虚型搔痒 可以取血海、取池等穴位帮助缓解 大家熟知的艺人也是排湿气的好食材 但注意 艺人偏寒性 属寒湿型的湿疹就不适合吃艺人 适合不会手脚冰凉、不怕冷的、湿热型湿疹病人 偶尔吃些红豆一人汤或者煮成饭会有些帮助 油内调整 帮身体回归平衡 皮肤疾病的治疗 中医从来不强调塑效 因为这是必须从体内调整的 唯有体质真的改变了 身体回归平衡 也才能真正恢复健康 很多人不知道皮肤疾病和体质有密切的关系 透过体质从内改善起 外在的红疹或发痒状况才能确实痊愈 我们在许多方面都强调要快速 例如使用生长剂或激素来获得包括农作物或者养殖动物 就连对待身体也是如此 我要传达的观念是以自然的方式对待自己的身体 不要一味的贪快 让身体回复自身的抗病力 找回原本的健康状态 怎样对待身体 身体也会如何回报给你 这是大家必须省思的 湿疹靠外擦药只能治标 难根绝 皮肤疾病不好处理 多数人多依赖于外擦药物 只图暂时的放松 却不改变不适合自己的身体饮食生活习惯 这样的态度想要彻底根治 无疑是圆木求鱼 多数的皮肤病患者往往有很长的病史 而且还伴随其他问题 像我有位病患 他有寻麻疹及其他皮肤问题 当治好寻麻疹后 只剩些微的湿疹与色素的沉淀 必须处理 最后也终于治愈了 困扰他多年的皮肤疾病 门诊中很多病人常惊讶地问 哇 这中医也能治 中医可以做的不只是推拿或按摩 而我总是告诉病人 以前古代一样有这些疾病 那些人该怎么办呢 难道古代中医就不会治了吗 当然不是 从患者的来信内容可证明 中医对皮肤疾病的治疗效果 可说是非常显著 针对湿疹 红肿养者 有清热利湿止氧功效的 清热利湿茶 材料 云芙苓15克 白树12克 蒂夫子10克 牡丹皮10克 甘草5片 做法 药材洗净后放入药袋 先加水盖过药材 浸泡20分钟 之后再倒入800到1000cc的水 水滚后转纹火 煮15到20分钟即可 滤去药材将药汁 于一天内慢慢喝完就可以了 湿疹食材 礼食健脾粥 绿豆能清血热 白米和红豆都能 礼食排水器 黑豆则是兼具解毒知晓 材料 绿豆30克 红豆30克 黑豆30克 生甘草15克 白米适量 做法 白米 绿豆 红豆 黄豆 黑豆 先洗净 浸泡30分钟 将所有食材 药材加水 一起放入电锅炖煮 建议 可以每天持续食用 功效 三豆加上白米 主舟 长期食用 对于身体出现热疹 或湿疹时 都有很好的食疗功效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就结束了 喜欢 记得免费点击订阅 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 欢迎下方评论留言 纸横陪您一起成长